人们比喻一个人如何心狠手辣 往往会以心如蛇蝎来形容 是因为蛇蝎罪毒 而且冷血无情没有怜悯之心 风神榜中的女娲就是这样一个生性歹毒而冷血的女人 其中的妲己 不过是被她利用的杀人工具而已 真正的幕后凶手 其实就是女娲 1.女娲的原型 《山海经》中的女娲是蛇身人面相 就像蛇妖一样 有着绝眉女子的颜值 身子却是一条蛇 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人面兽心呢 毕竟心是在身子里 而不是在头上的 五官长得再美 也改变布朗纳科恶毒的蛇心 虽然女娲曾经补天 有功于天下苍生 但这也不能就此忽略了她所造下的罪孽 风神榜中的女娲 负责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和镇压天下的妖魔 至于为何会让女娲干这项工作 大约是无上之神考虑到女娲生性歹毒 所以才要个尽其才 以毒公毒吧 且不说女娲有没有干过其他的 涂炭生灵的事 就拿阴与周王私人恩怨 救治整个商朝沉迷的生死于不顾这件事 女娲就够狠毒的 打几是她派遣到昭歌的 打几是什么妖品 什么特性她一清二楚 打几在朝歌的所作所为 也都逃不过她的法眼 但她却选择了顾惜纵容 放胡行凶 尤其是在周王与打几残害江皇后这件事上 更是令人义愤填膺 人神共怒 而女娲却全程至身世外 洋装不知 眼睁睁做事这种令人发指的惨剧发生 关于江皇后被打几陷害这个桥段 简直让人惨不忍睹 打几串通非众收买了江皇后母亲家的家定江桓 刺杀周王 变遣 受益她的口供事 受江皇后指使刺王杀架 江皇后想让她的父亲江桓楚做大王 谋朝篡位 作案动机是江皇后不满周王宠爱妲己荒废朝政 袍落大臣 陷害忠良 所以要造反 周王在妲己的蛊惑下 尽心以为真 命武成王皇妃虎的妹妹皇妃去审问江皇后 皇妃自然不相信皇后会做出这种事 但军命难违 也只得走个过场审问了一番 审问完毕 皇妃向周王赴命 原文如下 爱 江皇后惨遭挖墓 被虐致死 周王宣皇妃进宫 周王道 那见人招了不曾 皇妃奏道 奉旨言问江后 并无半点之思 时有真洁贤能之德 后乃原配 弑君多年 蒙陛下恩宠 升殿下以振为东宫 陛下万岁后 彼身为太后 有何不足 况将还储官居东伯 位置皇亲 诸侯朝称千岁 乃人臣之极品 乃敢使人行刺 必无事理 皇妃说得很明白 王后没有理由这样做 周王做大王 江皇后是母仪天下的王后 而他父亲做大王 他充其量是位老公主 不但没有任何权利 而且欲尊降贵 况且 江皇后的儿子 是当之无愧的 嫡出太子 将来周王驾崩 自己的儿子继位 自己就是至高无上的太后 何苦造反呢 他的父亲做了大王 会让自己的儿子 继承王位吗 很显然 作案动机不充分啊 周王听罢自私道 皇妃之言 深是明白 果无此事 必有委屈 此时的周王也有些动摇了 细想想 确实是这么个礼儿 江皇后这样做 对他自己有啥好处 明显必大于利 这种赔本赚央和的买卖 谁会做啊 正在迟疑味觉之际 只见妲己在旁 微微冷笑 周王见妲己微笑 问道 美人 你笑啥 妲己到 皇娘那被江浩迷惑了 从来做事的人 好的自己剥扬 饿得推与别人 若不加重刑 如何肯认 望陛下详查 周王道 美人之言有理 周王只要一见到 妲己那张美艳无双的脸 就立刻神魂颠倒 失去判断力 这就是人常说的鬼迷心窍 喝了迷魂汤 皇妃在旁言道 苏妲己无得如此 皇后乃天子之原配 天下之国母 归敌主尊 自三皇之士 五帝为君 宗有大过 只有贬折 并无助斩正宫之法 达己大 法者 乃为天下而立 天子待天宣化 亦不得以自私自辩 旷犯法无尊卿贵贱 其罪亦也 陛下可传旨 如将后不招 万去他一目 言乃心之苗 他具弯目之苦 自然招任 使文武之之 此一法之常 无甚可求也 周王点头称赞 达己之言也是 就这样 江皇后的双目被挖去了 不禁被挖去双目 达己还命人 跑落了江皇后的双手 双手上的皮肉 全被烧焦成灰了 只剩下两只手的 森森白骨 其惨状令人发指 江皇后被灵虐致死 达己却仍不放过 他的两个儿子 竟让周王下令 诛杀自己的亲儿子 俗话说 虎毒不食子 在达己的蛊惑挑拨下 周王竟灭绝人伦 果然向自己的儿子 举起了土刀 最终 还是两位过路的神仙 实在也看不下去了 在法场上救下了两位皇子 而赵哥里发生的这一切 女娲娘娘尽收眼底 但从始至终 她都没有阴于心不忍 而出面干预过 要颠覆商朝的江山 没关系 让周王妻离子散 家破国王也没关系 让周王休妻抛子也就罢了 怎么能纵容达己 使诗这种惨无人当的酷刑 去残害无辜 既然周王有错 只惩罚周王就可以 让周王每日头疼欲裂 或身化恶极 日日间要受苦 何必去残害她的妻子与孩子 这与她的妻子儿子何干 江王后本身也是受害者 老公被抢去也就罢了 自己还要受如此酷刑生不如死 天理何在 所以说罪魁祸首并非打己 而是那个纵容打己行凶的女娲 原本女娲一条短信 就能够制止的事情 却偏偏视若无睹 任凭惨剧发生 这还有人性吗 怪不得她要终身脱一条蛇尾巴 这样的女人 即便在怎么神通广大 也不配为人 所以才要永远做一个蛇妖